民进党立委黄杰今天一早再度收到了恐吓信 摧毁对方冒名桃园地检署检查长的名义 扬言不给800万就要对黄杰还有服务处的人员不利 我只有24小时活命的机会 然后如果没有在这个时间内会800万给他的话 就会有人身安全 民进党立委黄杰5号一早收到电子恐吓信 对方不但向他勒索800万元 甚至附上子弹照片威胁他24小时内要会前 否则对他和服务人员不利 比较特别的是他的这个账号的名字 他是写一个桃园地检署检查长的名字 好像叫余秀端吧 嫌犯出言恐吓甚至假冒寄件人身份 看看勒索性内容 对方先是出言恐吓不按时给钱 就要黄杰和团队人员的命 还提供一连串的支付平台账号 但黄杰说一查发现账号疑似是前高雄市议员 高敏玲所属的 而寄件身份则是冒用桃园地检署检查长 于秀端名义 如果我们连为民喉舌 然后为民发声都必须要一再的收到威胁跟恐吓 就是尤为我们这个工作的自由 千年受到恐吓性威胁 黄杰表示会顶住压力 也已经向警方报案 而桃园地检署也强调检查长确实被冒名也是被害人 由于黄杰已经报案 加上嫌犯疑似已经连续犯案 将全力配合高雄刑大救出真凶 记者综合报道 by bwd6 by bwd6